欢迎回到新闻的现场来看到 防疫期间很多人都会宅在家看电影 却容易误入非法网站下载 侵害著作财产权遭到起诉 新竹县文化局就引进了世界电影院公播室 只要申请图书馆借书证 就能登陆网站享有上百部合法电影免费收看 防疫期间民众贼在家 许多人都会观看电影打发时间 满足县民的娱乐需求 文化局图书馆就引进世界电影院公播放映室 提供上百部国内外电影免费看 我们新竹县政府的公共图书馆 现在除了有实体的书可以看之外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图书馆来借书之外 我们现在在线上的部分 有电子书可以借阅 那目前更新增了 我们有所谓的电影院可以观赏 我们在我们的线上 只要您输入你的读者的账号跟密码 您就可以来看电影是免费的 我们总共目前有上百部的电影 可以供大家来选择 生命教育省思 喜剧家庭 每日台剧通通都有 文化局充实各类型电子资源 更让客厅变成电影院 只要申请新竹县图书馆借书镇的读者 以账号密码登入文化局图书馆网站 选择电子资源就能看到最新的影片 上百部国内外的电影 有蓝正龙主演的傻傻爱你傻傻爱我 也有小朋友喜欢的卡通森林特工队 每月至少新增两部影片随点随看 电影呢 主要就是会以 何家可以共同观赏的 普通的跟辅导级的电影为主 然后让大家呢 能够自由的点选 在家里随处都可以看电影 那欢迎大家呢 能够关注我们的新竹县政府文化局的粉丝专业 逐线购义式来观赏我们这样子的一个电影的公播 每部电影可以同时10个人在线观看 网站同时可以容纳超过2000人使用 让民众都能合法安心的看免费电影 享用图书资源